向朋友见面自然而亲切的问候 但他们可不是朋友 见面也不是约会 而是建立在交易之上 日本早已进入 什么都租得到 什么都不奇怪的时代 想借个终点情人 假朋友假家人都不困难 现在还有项新的出租服务 在东京诞生 就是诸葛人来听你吐露心声 日本社会普遍压抑 不同身份总有着严格的角色设定 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说 统统框架在无形规范中 表达真实的自己 成了不少日本人 最想做却也最难达成的奢求 新年48岁的西本贵姓 平时在学校执照边 也是位流行计划师 四年前他展开了出租自己的服务 也遇过五花八门的租借理由 有的纯粹只想借助年长者经验 有的则只想被奉为贵客 现在西本大叔一天约有40个租借订单 而他的出租业务 已经扩展成 有60名年龄不一的男性加盟 范围遍及全日本 其实西本大叔多次想停止出租自己的服务 但他自己也发现 与其说是顾客需要他的倾听 他自己也十分依赖顾客们的分享与陪伴 只能说 在东京这座日本最大的城市里 屠戮新生与排解寂寞 可真是商机不小 有点TV陈金秀编译